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学有没有为自己做一些比较妥当的安排啦 除了打工或追剧以外 暑假的时间很宝贵请大家好好利用 当然是不用像开学时间这么的紧绷 但是也可以去完成一些自己 本来平时没有时间可以完成 但是很想完成的事情 那这阵子好消息是疫情或许账命数字上慢慢减少了 虽然死亡数还是有点多 但某种程度上也许总算看到睡到末头的阳光啦 那坏消息是接下来通货膨胀还是非常严重 所以大家皮蹦紧一点 好好准备好好的多观察一下国际上的一些讯息 当然如果能够把英文给学好 能够去看一些我们国内报导没有东西也是相当好的 好不管怎么样 今天的第二期节目 我们也是要来介绍五个多一单字 那今天的资料量有点大 所以说不定录音时间会有点长 那请大家可以妥善的利用我们的时间码可以做适当的跳转 也许是可以把它分次给听完这样也是可以的 就跟以前一样 我们就先把这五个单字先念一遍啰 第一个单字 OBOLIVIOUS OBOLIVIOUS 第二个字 SCATTER SCATTER 第三个字 CAPACITY CAPACITY 第四个字 VERBAL VERBAL 第五个字 RECURRECURRECURR 依照惯例 我们在开始介绍第一个单字之前 还是先来感谢一下本节目的功德主 非常感谢我的好友ETJASON 为大家整理这900个多亿必考单字 完整的单字表一共有十个类别 ETG Send的個人網站請搜尋 郭毅老師或郭毅英文器官科學院 相關網址請參考影片說明 所有的例句取在自Yahoo!線上字典 與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Online 同學只要在字典網站中搜尋我們列書的單字 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例句以及其他的相關訊息 第一個單字是個形容詞叫做Obelivious 意思是忘卻的、不注意的、遺忘掉一些東西的 講到這個字的話讓我想到以前阿湯哥拍的一部電影叫做Obelivious Obelivious好像在我們台灣被翻成遺落戰盡 我覺得聽起來怎麼聽都覺得非常的不順 想說Obelivious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東西 後來我去查一下字典的話發現這個字的內容很有趣 第一個含義的話我打在螢幕上 第一個說 當某樣東西已經完全被徹底遺忘了或者是怎麼樣呢? 已經不再重要了 以及下一個狀況是什麼呢? the state of being unconscious or of not noticing what is happening 就是屬於一種昏迷狀態不曉得周邊的狀況 所以你可以講說這種完全狀況外的情況下 你也可以講說那是一種Obelivious 因為我現在列出這兩個是Obelivious是名詞形 那形容詞的話你藉由建設這個名詞應該就可以理解說Obelivious什麼狀況 所以第一種可能性是屬於遺忘的狀態或是一個東西就是已經不重要的被割一邊的狀態 或者是說你就完全對他渾然不知啊沒有注意到這種狀態 所以再說Obelivious 好吧那前言講一大堆我們就先來看一下Yahoo給的第一個例句啊 他這裡面說Mother has become quite oblivious after the illness 那mother的話如果我們講mother前面沒有一個提稱語是誰的話 就是說whose mother的話那就是表示就是對話雙方的人共同的媽媽嘛 可見這是手足之間的對話 他說mother has become quite oblivious 就是我們老媽子已經變得非常的健忘 怎麼樣呢?after the illness 那the illness的話就是生病生了病以後的話就變得非常的健忘 記憶力就衰退了就很像最近一些醫療界在講的就long covid 長時間的covid的後遺症也是有這種其中一種狀況就是變得很容易健忘 所以你可以用Obelivious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例句說 The professor kept reading entirely oblivious of his wife's presence 那presence的話就是人在場 那be oblivious of something 就是完全沒注意到某件事情 或是把這件事情給忘光了 好比說我就開始看書了 然後你來找我 不好意思先等一下 結果後來發現我把你自己給忘光了 這種狀態就是oblivious 有些時候有朋友可能傳個訊息給我們問我們一個問題 那你跟他說對不起我在忙 對不對 結果等到你忙完以後的話 你根本把你朋友問你問題這件事情已經怎樣 已經忘了一乾二淨了 這種狀態就是be oblivious of something 把他這件事情給割一邊 反正幾乎就是忘了一樣 所以這句話意思是說 professor這位教授 kept reading 專注的繼續唸他的書 結果呢把他老婆亮一邊 Entirely oblivious of his wife's presence OK 根本就忘了他老婆在那邊 有這回事啦 那麼我們看一下第三個例句說 she was oblivious to what was going on around her 那what was going on around her 當然在這裡是一個間接問句 間接問句 本來是what was going on 本來是一個疑問句嘛對不對 但是因為在這裡的what 是這個疑問句的主詞 所以當他變成間接問句的時候 你可能就比較不會察覺到字有什麼變化 那she was oblivious to 他對某件事情是沒有注意到的 渾然不知 what was going on around her 譬如說對於發生在自己周遭的事情 是渾然不知的 或是根本就沒有注意到的 所以沒有把他放在心上 到時候會怎麼樣就不曉得啦 好 我們來看一下yahoo的最後一個例句 這裡面說 I wish an oblivious slumber could help me forget what happened today 好 在這裡面最後的what happened today 一樣是一個間接問句 當成forget的受詞啦 要忘掉什麼東西呢 I wish an oblivious slumber slumber 本來是指睡覺嘛對不對 那oblivious呢 我剛剛說其中一個含義就是 對身邊的事情渾然不覺的狀態 換言之你可以翻成昏睡 oblivious slumber 就是我希望的話昏睡一場 可以怎麼樣呢 could help me forget 可以讓我遺忘掉哪件事情呢 what happened today 今天所發生的事情 所以可見今天有些事情 讓他覺得很尷尬啦 或很緊張啦 或很難過啦 很丟臉啦 或是很挫敗之類的 反正一定是一些很負面的事情 我好希望大睡一場昏睡一場 那些該死的事情就全忘光 叫做 I wish an oblivious slumber could help me forget what happened today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Longman給的三個例句 那第一個例句稍微短一點 他說 He seemed oblivious to the fact that he had hurt her 後面是一件事情 他已經傷害到他了 Hurt這個字的過去分詞 一樣是Hurt 所以你去看到說前面的過去完成式 Hurt的後面的話 Hurt這個字還是跟本來是長的一模一樣 那三態同行 那所以呢 他已經傷害到他了 所以整個句子是什麼意思呢 He seemed oblivious to 一樣跟前面 Yahoo給的第三個例句裡面有講到 Be oblivious to嘛 就是對某件事情沒有注意到 這件事情是不知不覺的 後知後覺 He seemed oblivious to the fact 對於這件事實 哪件事情呢 That he had hurt her 那為什麼前面要加個the fact 原因是因為英文的潛規則裡面 That字句不直接當 介系詞的授詞 所以你不可以講說 He seemed oblivious to That he had hurt her 講一次 就是所謂的That字句 不會直接當成什麼呢 介系詞的授詞 所以只好在中間塞一個the fact OK 所以That是修飾the fact 把它多個現形詞 就比較好解啦 整句話就是說 他似乎對於 他已經傷害到他這件事情 根本就不知不覺 OK 很遲鈍了 那麼看一下 第二個例句說 Congress was seemingly oblivious to these events 那這個國會呢 似乎simile就是似乎怎麼樣呢 對某件事情是沒有察覺的 was oblivious to this event 對這件事情的話就好像就不知不覺 不察覺 或者是當成不知道也是有可能的 要看上下文 中文在講說睡著了 OK 你懂什麼 就你還在睡覺啊 就是說 國會對這件事情好像 某些事情好像不知不覺 或者是說當成不知道 不去處理他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單字的最後例句啊 he worked as a man obsessed oblivious to family and friends shining holidays forgetting anniversaries 哇是什麼狀況 he worked as a man 他呢 工作起來像是一個這樣的人 第一個obsessed obsessed就是整個腦袋 萦繞在某件事情上 obsessed someone 就是纏繞某個人的心啊 但是他是一個被obsessed的人 好像腦子裡面都塞滿了某樣東西 好像中邪了 OK 或是腦袋好像被附身一樣 就是說蠻有帶著想的某件事情 揮之不去啊 第二個呢 oblivious to family and friends 他好像對於家人跟朋友 好像根本就是 自自不問不問 OK 好像就是當成沒有家人沒有朋友一樣 也不管家也不管朋友啦 以及什麼呢 shining holiday shun在這個就是指的是 閃躲 OK 要避開什麼東西呢 holidays OK 他也不去放假 然後呢 forgetting anniversaries 甚至連一些紀念日 anniversary本是指的是一些什麼 結婚週年紀念日啦 或校慶啦 週年慶之類的 結果把那些中邪的日子也都忘光光了 一切是因為he work OK 那工作起來好像魂不附體 然後呢 忘了家人朋友 然後呢 也不想要 就是假期也在閃你知道嗎 就是說白點 也許是搞不好故意休假 不要休週末 或者是說放假也不去跟朋友在一起 的這種感覺 shining holidays 以及forgetting anniversary 遇到特別的紀念日 也不去管他 就像這種情形 所以呢 怎麼形容這種人呢 這種人叫做workholic work這個字的話就是工作 workholic的話就是所謂的工作狂 要是有人這樣形容你的話 是好也是不好 總而言之就是你這個人 把工作看得非常重 那順便衍生出別的字啊 一個叫做alcoholic alcohol alcohol 這個字是酒精嘛對不對 所以呢 alcoholic的話就是非常喜歡酒精的人 那就是 酒鬼啦 你這樣某人是alcoholic的話 當然就是酒鬼 你這個人很愛喝啊 當然你也可以講說某種飲料是alcoholic的話 就是含酒精的 那最後一個字就比較冷門一點 叫做chocolic 那chocolate的話當然就是巧克力啦 所以如果一個人如果是chocolic的話 就是巧克力控 所以我在這裡就列出三個字 第二個是workholic 就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工作狂 那第二個呢alcoholic呢 就是愛喝酒的 第三個是chocolic 就是喜歡吃巧克力的人 好吧 公司第一個單字就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希望後面不會這麼久了 OK 但是我還是跟各位講 今天的單字有點大 那總言之我們就繼續朝 第二個單字前進囉 我們繼續來解釋一下第二個單字 叫做scatter 那scatter的意思 字面上就是撒播或散播啦 東西散落到滿地 這種畫面就是scatter 那有些時候新聞英語 如果出現這個字的時候 通常是出現一些壞事 某架飛機在空中被擊落了 碎片散落滿地 或是發生一個什麼嚴重車禍 或大處都是某樣東西 那時候就會寫scatter這個字 好吧 這個鏡頭畫面先不提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雅虎給的第一個例句 第一個例句說 the sun soon scatter the clouds scatter在這裡可以指的是驅散 所以cloud的話就是雲層 the sun當然這樣不是太陽本身 而是指的是太陽的陽光 陽光很快就有怎樣呢 scatter the cloud就是驅散的雲層 所以太陽出來雲層就散開 其實這有點導映為果啦 應該是雲層散開你才會看到太陽 太陽一直都在那裡 反正這就是一個文學上的修辭嘛 好 那我們繼續來看一下 第二個例句 he scatter his clothes all over the floor scatter在這個地方 就是把東西扔的到處都是 所以呢 scatter his clothes 就是衣服 all over the floor 就是滿地都是 所以這句話很簡單 就是把衣服扔了一地啦 不曉得什麼原因 到底是為了整理還是為了發脾氣 這個我們就不清楚了 那我們看一下第三個句子說 the crowd scatter when the police charged Charge這個字的話指的是 有時候你去看一下一些 跟動物有關的頻道 你會看到說像犀牛啦 河馬啦 朝著誰衝過去 這個畫面叫做scatter 像一隻瘋狂的大象 朝著你再衝過去就叫scatter 在打NBA的時候的話 如果說是一些進攻犯規 推遠犯規的時候也叫Charge 所以你如果說Charge的話 警察對民眾Charge就是警察對民眾衝過去 所以呢 當警察對群眾衝過去的時候呢 the crowd 就是群眾 scatter 就散開了 所以警察衝過去的時候 民眾就一哄而散啊 the crowd scatter when the police charged 那我們看一下Yahoo給的最後一個例句 這裡面說 a scatter of applause reach him when he and his speech a scatter of就是一些稀稀落落的 什麼東西呢 applaus的話可以只是掌聲 reach him 到達他的耳邊 然後呢 when he and his speech and 在這裡可以當時幾乎動詞 就是結束 當他把演講給講完的時候呢 就得到了稀稀落落的掌聲 因為一些稀稀落落的掌聲 就到達他耳邊啦 整個句叫做 a scatter of applause reach him when he and his speech 可見他的演講沒有引起多好的迴響 大家愛聽不聽的 好 我們繼續來講一下Longman的例句 第一個句子說 the flowers fell and scattered on the ground 主詞是flowers 那些花朵 他有兩個動詞 第一個叫做fail 往下掉 scatter 散落 on the ground 所以花卸了 然後散落了一地 這個畫面就說 the flowers fell and scattered on the ground 接下來看第二個句子 他這裡說 the sound of gunfire made the crowd scatter in all directions 這比前面的那個句子畫面更糟糕一點 他這裡面講說 the sound of gunfire sound是聲音 gunfire就是有人開槍了嘛 對不對 所以the sound of gunfire自然而然就是槍聲 槍聲傳達的時候呢 導致怎麼樣呢 made the crowd 讓這一群人或群眾呢 scatter 一樣是一個不給互動詞 散落 散開 就是一紅而散的畫面 in all directions 朝各的方向就散開啦 所以說槍聲響起群眾就怎樣 朝各個方向去逃竄啊 這個畫面 the sound of gunfire made the crowd scatter in all directions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三個例句說 soldiers use tear gas to scatter the crowd 哇 這也是不好的畫面 soldiers的話指的是士兵 use tear gas tear是眼淚 gas的話是氣體 所謂的 tear gas就是催淚瓦斯嘛 使用催淚瓦斯來幹嘛呢 to scatter the crowd 在這裡scatter指的是 讓對方散落 讓對方散開 驅散群眾的意思 所以你看一下說 scatter這個字可以當集物動詞 可以當不集物動詞 如果說是不集物的話 自己散落自己散開的意思 那如果說是 scatter當集物動詞就是驅散 讓某個東西給分散開來 所以這個整個句就是說 士兵使用催淚瓦斯去驅散群眾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個例句 the storm scatter tiles everywhere tiles的話就是指的是磁磚 台灣話說 泰魯泰魯泰魯 tile這個字 加s是複數型 storm呢 暴風雨 scatter tiles everywhere 那個 或是污瓦 你也可以講污瓦 所以暴風雨過了以後的話 結果這樣的污瓦就到處散落了 這個畫面就叫做 the storm scatter tiles everywhere 好那我們繼續進行到下個單字咯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個單字 叫做capacity 那個字 以前大家可能學過capable capable 這個字是能夠的 那名詞型叫做capacity 指的是一個能力或能量 量能 或者是生產力或一個人的影響力 都可以講做capacity 好我們就直接從 Yahoo的第一個例句開始 這例句也是有點多 那第一個句子說 the theater has a seating capacity of 800 這個句子不難懂 theater就是戲院 或是某個劇場 劇院 has a seating capacity 就是所謂的座位的容量 多少人呢 800 所以這個就學起來 a seating capacity of 800 就是說這個劇場 一共可以容納800名觀眾 這個句子蠻不錯的 我們看一下第二個例句說 the auto plant now has an annual capacity of 12,000 cars auto的話當然就指的是 automobile 指的是汽車嘛 auto plant的話就指的是 生產汽車的工廠 這個汽車工廠現在呢 now has an annual capacity annual 就是一整年的 以年度來說 capacity 年度的生產量 多少呢 12,000 cars 可以一萬兩千部車子 所以 整個句子 the auto plant now has an annual capacity of 12,000 cars 這家汽車廠呢 每年能夠生產一萬兩千輛汽車 或是一萬兩千部汽車 都可以啊 那我們看一下第三個例句說 he has a great capacity of learning language 在這裡的capacity 我看一下 that 指的是當然是前面上下文裡面講到某件事情啦 他說這件事情是以什麼身份來說的呢 in the capacity as 某個角色 capacity 各者是 你的影響力的啊 你的身份啊 mayor 的話前面他並沒有加一個灌詞或電灌詞哦 整個句子是講說 he said that in the capacity as mayor 他是以市長的身份 他不是以個人身份 不是以同學身份 不是以爸爸身份 不是以好朋友身份 講這句話的 他講這句話是以市長的身份講的 所以他必須要 講這句話的話必須要負行政責任 OK he said that in the capacity as mayor 好 我們繼續來看一下Longman給的例句啊 第二個句子說 the orchestra play to a capacity crowd 在這裡capacity看起來像是跟crowd形成一個 複合名詞齁 什麼叫 剛剛說capacity是容量嘛 那the orchestra就是這個交響樂團本身是怎麼樣呢 已經 呃 彈奏 對誰彈奏呢 to a capacity crowd capacity crowd 的含義的話 我打在螢幕上齁 就是 the largest number of people who can fit into a whole theater etc 也就是說 對於某個音樂廳或是劇場戲院 能夠容納最大的觀眾容量 叫做capacity crowd 所以 呃 這整個句子可以講說 the orchestra play to a capacity crowd 就是 呃 這個交響樂團 怎樣演奏的時候 座屋徐席啊 這個 觀眾是滿場的 滿滿滿滿滿滿 像是我們國內有些職棒啊 或者是一些演唱會啊 座屋徐席 to a capacity crowd 那我們看一下第二個句子說 all the hotels were filled to capacity fill 就是被塞滿的capacity 就是容量 所以 這裡面所有的飯店都怎麼樣呢 fill to capacity 就是已經 這樣都已經刻滿了 所以已經塞到 呃 沒有空房可以塞了 所以叫做 all the hotels were filled to capacity 那我們繼續看下一個句子說 rollings will be working in an advisory capacity on this project rollings是個人名 他會即將在一個專案 叫做on this project 在這個專案裡面 扮演什麼角色呢 in an advisory capacity 扮演一個諮詢的角色 這個句子就是說 rollings在這個專案 在這個計畫會辦一個諮詢角色 rollings will be working in an advisory capacity on this project 這個這裡的capacity 就是以某人的身份 以某人的影響力 去做這件事情啦 好 我們繼續看一下下一個例句 這一共 roman一共 我找了六個句子 現在是第四個 他說啊 I attended the meeting in my capacity as chairman of the safety committee chairman當然就指的是 主席啦 safety committee 就是一個安全委員會嘛 對不對 好 那my capacity as什麼身份 就是以什麼身份來的 所以前面講說 I attended the meeting 我出席這場會議 是以什麼身份 in my capacity as chairman 是我以某個主席的身份出席的 什麼的主席呢 of the safety committee 安全委員會 所以整個句子的話 整個句子就是說 I attended the meeting in my capacity as chairman of the safety meeting 我是以安全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出席這場會議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五個例句 這裡說 the factory has been working at full capacity 這個也沒有很難懂 那個capacity在這裡就應該翻成產能了 然後什麼東西呢 什麼叫at full capacity 也就是大家看一下螢幕 這裡說 making the most amount of things that it can 就是說 以它能夠產生最大量的貨物 這樣子的狀態 那當然就是說 產能全開的意思 at full capacity 所以這個句子我再講一次 the factory has been working at full capacity 就是這家工廠現在處於產能全開的狀態 很像我們台積電啊 戶果深山啊 終於進行到最後一個例句啊 講說 the text on cars is still based on engine capacity 在這 engine capacity 當然就指的是 引擎的排氣量啦 所以呢 在車子上面的稅 the text on cars is still based on 以什麼為基礎 engine capacity 那整個句子就是說 車子要瞌睡 還是以排氣量為基準 好 我們就繼續往下個單詞前進囉 接下來下個單詞叫做verbal 那大家看到verbal的第一反應的話 可能會想說 它跟動詞verb這個字有關 其實不盡然 OK verbal這個字的話 就是字面上的 或口頭上的 或言語上的 那還有另一個形容詞叫verbose v-e-r-b-o-s-e 如果一個老師上課的風格 被學生形容成verbose的話 可能學生覺得他 這個老師話蠻多蠻多說的 落裡巴說的 或是說一篇文章非常的冗長 用一大堆字 那叫verbose 好吧 那麼言歸正傳 來看一下verbal這個字在 雅虎的例句 我這裡面挑了兩個例句 第一個例句他說 I wrote a memorandum to confirm our verbal agreement 有些時候可能怕口說無憑 所以可能要寫下來 I wrote a memorandum 就是我們常講的memo 我寫了一篇 怎樣的 或是一份的怎樣的備忘錄 一個memo 目的是為了幹什麼呢 to confirm confirm是確認 確認一件什麼事情呢 Our verbal agreement verbal 剛剛說是口頭上的 或字面上的 agreement 就是協議 我們的兩個都同意的事情 所以verbal agreement 可以說是口頭協議啦 所以整個句子是 I wrote a memorandum to confirm our verbal agreement 就是說我寫了一份備忘錄 來確認我們的口頭協議 不會說我們現在嘴巴講一講 結果接下來不認賬 所以寫下 memo 讓大家以後有東西可以劃壓啦 好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第二個例句 這裡面說 This is a verbal translation of the prose Pros的話可以說是散文 散文就是說 整篇文字連續寫下來 沒有押韻 沒有排比對戰 不像詩篇一樣的文章 叫做散文 Pros 所以呢 他說 This is a verbal translation 就是逐字翻譯或直譯 或口頭上的翻譯 其實應該就翻成說 照字面上的翻譯 等於是說 未必有很延伸的 未必有寫的像詩篇一樣的 可是他就是 文字上有什麼就直接翻譯出來 所以也沒有講說什麼 影射的東西啦 背後的含義啦 文化背景啦 什麼什麼什麼 blablabla 是沒有 就是單純就 那篇散文去做主字翻譯 叫做 This is a verbal translation of the prose 好 我們接下來看到 Longman的例句 在Longman這邊我挑了四個例句 第一個句說 her boss failed to stop the other workers from verbally abusing her her boss 他的老闆 怎麼樣呢 fail to 沒辦法做這件事情 沒辦到沒能怎麼樣呢 stop someone from doing something 阻止某人 某些人做某事 the other workers 就是公司除了某某人以外的其他員工 幹嘛呢 無法阻止他們幹什麼呢 from verbally abusing her abusing的話可以指的是 use的話就是使用嘛 那abuse的話可以指的就是說 你可以講說就是 濫用的意思 那某件事情 不一定是可以做跟不能做 而是說 超過你的容許範圍 叫做abuse 所以verbally abuse her的話 可能你說言語上攻擊 或是吃他豆腐 這樣的情形 等於說 也許他的員工其他的同事 對他講話輕薄啦 或者是講話對他不友善啦 類似像這種情形 就是讓他引起他不愉快的狀態 叫做verbally abusing her 所以整個句子說 her boss fail to stop the other workers from verbally abusing her 關於其他員工對他 怎樣言語攻擊的部分的話 他老闆也是怎樣呢 愛莫能助 也幫不了 OK 那我們看一下 第二個句子啊 這裡說 your verbal agreement is less important to the child than your interest in how he is feeling 對於你的小孩子 前面是用來比較什麼東西呢 your verbal agreement 你的口頭協議 是is less important 沒有那麼重要 跟什麼比起來沒有那麼重要呢 to the child 對小孩子而言 你的口頭協議 是沒有那麼重要 跟誰相比呢 than your interest 你對於什麼的興趣呢 in how he is feeling 他目前會感受如何 所以等於是說 假設說現在小孩子 正陷入在某種情緒當中的時候 你剛才講說 你以前答應我的 在沒有功課沒有做完之前 不會打電動玩具 不可以碰手機 那你現在為什麼黃鈕 或什麼什麼東西呢 你現在在這跟他講一大的道理 你以前答應我什麼東西 講一些協議 基本上對他而言 但不是最重要的 他在乎的是 你到底對他的感受有沒有興趣 you are interested in how he is feeling 所以整個句子我再整理一下 就是說 you are verbal agreement 就是你的口頭協議 對那個小孩子呢 to the child is less important 跟什麼相比呢 than your interest in how he is feeling 你的對一個小孩子而言 你的口頭協議 比不上你對於是否在乎 他的感受這件事情來的重要 OK 他比較在乎 你對他的感受 是不是很在意啊 好我們看一下第三個例句 這裡面說 Maria was getting lots of verbal from her staff 看起來 Maria的話 也是好像主管一樣的人 was getting lots of Lots的話本來是指裝滿 在車子塞裡卡車 對不對 裝滿滿的叫做lots 那getting lots of 就是a lot of的意思 得到一大堆的verbal verbal可以指的是 言語上的抱怨啊 攻擊啊 批判啊 那種東西 所以呢 他得到了一大堆的言語批評 from her staff 不管是當面的 還是背地裡 都有可能 這樣有些人的話可能 也許不敢當面跟主管頂撞 但是背地裡就是不停的言語批評 批評 批評啊 很多主管都會遇到這種情形嘛 對不對 Maria was getting lots of verbal from her staff 等於一大堆人在嘴他 你可以這樣講 一大堆人就是暗地在嘴 他也許是訴訟於文字 也許是嘴巴講的 總而言之就是 對那些 對那個老闆 沒幾句好話 OK 很多老闆都有這種狀況 好 我們看一下最後一個例句啊 這裡面說 The bank manager gave verbal assurance of the security of the investment 所以說對於這些投資的安全性 這銀行經理這樣給了口頭的保證 OK 所以叫做 The bank manager gave verbal assurance of the security of the investment OK 大概就這樣子 好 我們繼續往今天的最後個單字前進囉 接下來我們很利落的進行到今天的最後個單字 只有五個字母而已 叫做recur 你如果看到recur的話 可能會想起以前有個單字叫做 occur 就是某件事情發生的叫occur 那如果說是某個事件的話 叫做occur 好比說frequent occurrence 就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常發生的事情 反正沒什麼大不了 這種事情常在發生嘛 叫做frequent occurrence 那如果說是recur recur的話就是一件事情發生以後又發生 可以只是好比說某個疾病的復發啦 某件也許是不好的事情 又重新又跑出來啦 像最近COVID的話 有可能說 疫情下降以後 有些人擔心說 會不會在秋冬又捲土重來 那個動詞叫做recur 所以呢 有個字叫做recur 它的名詞型 R E C U R E N C E 這個字是個recur這個字的名詞 就是一件事情重複發生啦 再度發生啦 或者是往事重複啦 所以如果說是往事重複 老調重彈 那個字也是什麼呢 recurrence 用名詞型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雅虎的例句啊 那第一個句說 all memories often recur to him 通常以前我們寫說 occur to someone 就是想起嘛 對不對 那所以recur的話 就是重新浮現在一個人的心頭啊 又想起來了齁 叫做 old memories 老舊的記憶 往事啦齁 often recur to him 他老是想起以前的事情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例句啊 這裡面說 the builder recur to the matter of the coast of remodeling our house 那the builder就是建築商 recur 就是說重新提起什麼呢 recur to the matter 建築詞用to 哪件事情呢 of the coast 花費的問題 of remodeling our house 那remodel就是重建啊 所以呢 建築商重新提起 改建我們房子的費用問題 然後這個問題之前提過 現在又把它拿出來提了 就是 the builder recur to the matter of the coast of remodeling our house 看著一長串都是建築詞騙語 那我們看一下 long man 給的例句啊 第一個句說 there is a danger that the disease may recur 這是我們現在台灣人擔心的嘛 有一種危機啊 怎樣呢 有專家學者說 等到開學以後的話 就是下個學期開學以後 孩子們都回到 學校以後的話 一直到秋冬 說不定 疫情又會再拉起來 there is a danger 有這樣的一個危機 有這樣一個潛藏的風險 that the disease disease就是疾病 may recur 捲土重來啊 好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最後一個例句 這裡面說 love is a recurring theme in the book 在這本書裡面 愛情是怎樣呢 一個一而再而再而三 重新出現的一個 theme theme的主題 所以換言之等於說 在這本書裡面的話 老是出現什麼 老是出現愛情主題啊 今天的課就到這個地方為止 我們就重新再把這些單字 再唸一遍囉 第一個單字 oblivious oblivious 第二個字 scatter scatter 第三個字 capacity capacity 第四個字 verbal verbal 第五個字 第五個字 recur recur 好的 又成功往前邁進一步 我們第21集的節目就到此為止 那下個禮拜再繼續聊囉 記得準時收聽 拜拜